所有的節儉的重印 包括肉米的部分 包括豬肉的部分 包括花生的部分 包括鴨蛋的部分 整個的重印非常的充足 我們的同學還是會到 最便是我們要超越日本 我們要超越韓國 我們不能讓小朋友 看到學校午餐 一個台灣團體的事件 在這個我要跟所有的家長團體報告 由委會不管是農業署 或者是漁業署 序幕處提供的三張QQ的 絕對都是安全的 因為我們都有在前端做所有的檢驗 特別跟全國所有的消費者報告 那我想在兩個禮拜之後 就端午節 所有的節儉的重印 包括肉米的部分 包括豬肉的部分 包括花生的部分 包括鴨蛋的部分 整個的重印非常的充足 我們改天就會針對所有的重印量 來針對這樣的一個 端午價節前的 這一個整體的市場 供區來向社會 暴動報告 但也請消費者放心 而且歡迎踊躍 採用所有的國產的市場 那至於價格的部分 我想磨出的方面 價格在綠燈區 也就是每百公斤 在8500、9500之間 那這個綠燈區 就是要讓農民有一定的收益 那也讓消費者的負擔不會太大 那我們目前都是在這樣的一個方式底下 來全力的調度 方米節前所需要的工作 那請我們所有的消費者 安心採用國產金